繼續要來看到是立法院這裡 昨天繼續排審選罷法 依舊是鬧哄哄 這次民進黨疑似是出奇招 國民黨團就發現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和黃捷提前進到 內政委員會裡面 調閱監視器還發現 清晨五點之前 黃捷就帶著助理出現在 內政委員會的外面 將門給推開後進入 對此立法院的韓國瑜表示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到底是立委本人還是助理 又或是外面的所將來開門 院方正在調查 內政委員會茶水間 門剛剛被撞開 卻發現民進黨立委 中嘉賓和黃捷 竟然早就在裡面 黃捷驚慌失措 趕快從另一頭離開 眼看黃捷已經走了 徐曉信一個箭步 直接抓住中嘉賓的手 就是要打破殺火問到底 為什麼他們會在裡面呢 早上不到五點 他們就用破壞門窗的方式 以切斷的行為來竊佔 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破壞議事規則 破壞會議事的門鎖 就是為了要霸占主席台 本處監視器影像控訴黃捷 凌晨四點五十六分就帶著助理 現身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外 只見黃捷一連撞了幾次門後 直接走進去 接著五點十九分 中嘉賓現身也跟著進去 誇張的是五點半 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民竟然也來了 究竟是黃捷和助理自行開鎖 還是鎖匠幫忙開門 立法院長韓國瑜要出手調查 如果說外面的鎖匠能夠來開 我們不同委員會的門 就代表的外面的鎖匠 可以開任何一個立法院 研究室的門 這不是光國會尊嚴 還有一個國會安全 我想這件事情是相當嚴重 立法院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非常奉公守法 然後不偷不搶 既沒有搞內線交易 也沒有搞假離婚 更沒有搞詐騙 民進黨出奇招 回擊只是比較早上班 不過立法院第一次出現 提前潛入委員會案例 這下恐怕不會被親情放過 記得綜合報導